您好,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 今天,我们要说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,每年都会影响数百万人,流行性感冒,又称流行性感冒。 流感是一种病毒感染,可引起从轻微到严重的一系列症状。 如果您是新来的,我们会制作一口大小的生命科学微型学习视频。 什么是流行性感冒?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。 它会引起一系列症状,包括发烧、咳嗽、喉咙痛、身体疼痛和疲劳。 在某些情况下,它还会导致更严重的并发症,例如肺炎。 流感神话,关于流感有很多迷思和误解,例如认为流感疫苗会让您感染流感。 然而,这些神话并没有科学证据的支持。 咨询可靠的信息来源很重要,例如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,以获得有关流感的准确信息。 流感是如何传播的? 流感具有高度传染性,可以在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通过空气传播。 它也可以通过接触受污染的表面或物体传播,例如门把手或电话。 预防流感,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接种疫苗。 流感疫苗每年都会更新,以针对预计会传播的特定病毒株。 其他预防措施包括定期洗手、咳嗽或打喷嚏时捂住口鼻,以及避免与病人密切接触。 治疗流感,如果您确实感染了流感,可以使用多种治疗方法。 其中包括抗病毒药物,可以帮助减轻症状的,严重程度并缩短病程。 其他治疗可能包括用于缓解症状的非处方药,休息和补业。 流感的种类,流感病毒有多种类型,包括甲型、乙型和丙型流感病毒。 甲型流感病毒是最常见的类型,每年造成大多数流感病例。 B型流感不太常见,通常会引起较轻的症状。 C型流感不太严重,通常只会引起轻微的呼吸道症状。 季节性流感,流感通常被称为季节性疾病,因为它往往发生在秋季和冬季。 这是因为病毒在寒冷、干燥的条件下繁殖。 每年,流感疫苗都会更新,以针对预计在即将到来的流感季节最流行的,特定病毒株。 风险因素,某些人群患流感病发症的风险更高。 其中包括幼儿、老年人、孕妇以及患有哮喘、糖尿病或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人。 对于这些人来说,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病毒感染非常重要。 结论 流感是一种常见疾病,可引起一系列症状和潜在的严重并发症。 通过接种疫苗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,我们可以帮助防止病毒传播并保护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。 感谢您的观看,不要忘记订阅更多信息视频。 如果您喜欢这些内容,请不要忘记点击赞按钮并订阅该频道以获取更多信息。 感谢收看,下个视频见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